RW搬了卡牌 搬掉了先手拿比较好的娜尔 这也是ZEW拿到过的英雄 而且ZEW在加入这个RW之后 刚想说有一场鳄鱼发挥非常好 是的 之前我们也有讨论过 直接拿 但现在对于鳄鱼这个英雄 其实咱们联赛是不太喜欢拿魁银打 但隔壁LCK基本上就是有魁银 一定会拿魁银去打 所以咱们都上单 就是咱拿这个去counter的吧 还是选择了卡莎 再拿去赢去 连伟强的卡莎确实在 所有的Fanplus比赛中 到目前为止 只要有机会拿 他是必拿的 对 都会先选 那这样现在有厄飞刘斯加 垂直组合在外面的情况下 RW上面下路要不要直接拿 没有选择 拿出去不定吗 但是寡妇感觉有点太勉强了 还是换了莉莉亚 那作为炎雀人助力的赵志明 你觉得这个炎雀跟莉莉亚的野区怎么说 这个其实野区没太大关系 主要要看炎雀这边 有没有给他选一些硬控来配合他 就线上兄弟能帮他好重炎突 是 其实炎雀现在这个版本打野 不会说你选什么打野 然后你能进我野区 因为这个版本 基本上是两边打野互刷的一个局面 刷都很快 刷野 两边下路的话 也是一边老牛一边女坦 都是版本非常强势 但我觉得放大人会不会去搬一些AD英雄 就把沙米拉先摁掉 这边没有选恶菲流斯的话 先选一个牛 那剩下的也就进了吧 而且因为如果你想拿恶菲流斯的话 第三手可能会拿锤石 对 就主要在牛加恶菲流斯不好保他 现在还有一个比较新颖的组合是牛头加小炮 感觉不错 对吧 就是小炮加牛头现在是 我觉得这几天连载里开始被大家注意的 对稍微出现了几把 但我觉得就是有点风险 还是要去跟那个应拼 小炮直接搬了 好搬掉了 那杰斯搬掉 现在想想还有什么他想限制牛宝拿来打鳄鱼的呢 感觉奎英确实可以搬 确实之前也没出现过 但是牛宝肯定会啊 那那是啊 包括其实之前牛宝还拿过奥恩 对吧 这个阵容有卡莎有延区的话 我觉得奥恩也不错 不过大把是被 就是拿奥恩来把被对面的鳄鱼 其实真的蛮惨 翻掉了 嗯翻掉 第四手 要不要先出终音币的中路 好还是先拿一个上路英雄吧 看看怎么想 因为现在鳄鱼已经出了的情况下 给牛宝选能够打对线的 船长 独一笔之前也拿过船长打过中弹的 嗯 在得杯的时候 会拿出女枪吗 女枪拿出来的话 可能就是对线比较速度吧 但拿霞的话会比女枪的上限高一点 对 可以更能操作一些吧 感觉都不是很厉害这两个 对都不是很厉害 刘萊一选我觉得就把下路选的定的比较死 就你选 因为这版本能选的AD真的不多 对 很厉害的不太多 嗯 这样最后中路 Forge的话 此前是除了卡牌就是杰斯 那现在还有这个 他比较像他刀妹也在外面 在要先出的情况下 有恩可以吗 这吧 好 阿卡利 刘萱松经典 先亮露露再亮卡尔玛 现在恶心一手 痛击我的队友 先拿个露露恶心 就来了 一定要签亮 刘萱松今年每一场比赛 这两个一定是亮的 先痛击我的队友 要哪个吗 我感觉这两个都不会选 这两个这把切子选不了 对啊 瑞兹 瑞兹 那就是中路瑞兹 然后上路的这个船长 瑞兹这个英雄 此前也是在联赛中 有过几句的登场 包括Crying也是用过这个英雄 而且那场打完 大家也都在高呼说 这个瑞兹又选出来的 英逼哥什么时候给我们整一把 上一把我看了一下 小东北玩了一把 对 挺好玩的一把 那两边阵容选完 两位对这个阵容有什么看法吗 赵志明 这把感觉 小天这手言却就是 为了不让 哈罗这边来选吧 但他这样 这把选出来感觉队友 也不是特别好配合他 因为他们首先中野一个双A 然后感觉只能 上路也没有空 就刷刷也看情况了 对 对面中单又是看的 还有个船长 这样两边阵容选完 来看一下这场RW对上 FUN PLUS的比赛 我个人也是觉得从 如果单从阵容讲 我觉得FUN PLUS这种选的更好一点 抓下路这两个我觉得更强一些 下路更强一点 然后虽然 延确不太好抓人 但是打起团来 右边的容错率要高很多 其实多去下路打架 配合女坛就行了 就只要女坛可以游走 他就有人可以搭了 两边打野都是选了向远王冲 来看一下小的FUN的选择 都比较正常吧 没有很特别的 都是比较常规的 我瑞兹真的还蛮适合这个版本的 就包括打大小龙团战 只要兵线稍微好一点 就可以把队友直接传过去 而且主要还是11.1 这个英雄又有加强 蓝耗也降低了 瑞兹这个英雄 对于设计师来讲 就一直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他的强度很难控制 你稍微加强一些之后 这个英雄就会 就会很强 有点难处理 对但是你如果真的把他的 你像之前最严重的削弱 还是普通W不能定身吧 那一刀之后 这英雄直接从永远版本的T1T0 变成了几乎没人选 之前直接打散心WB就行了 配合任何打野都好配 下路FUN PASS 因为是先上线的 对可以把这个线卡住 是的 那我可以先抢二 当船长打鳄鱼 这个FUN PASS前上单选手可汗是在DK有一把发挥非常出色的船长 面对T1的时候 那把船长也是 拿下来摸一批吧 我记得那把船长 不过我觉得他这把如果能发育起来 也还挺好发挥的 他其实是 还挺烦船长 就没位移的CV都挺恶心船长的 而且船长 其实我觉得这个版本对他最大的影响 还是那个神话装备 不是特别好选 没有很适合的装备吧 没有很适合他的 对 我打三个鱼叫鱼还是怕被越了 上来一个红路W小号一波 现在推进来延确已经到了 这位的交踢四包啊 这个踢是来自中单瑞斯的 落下来之后 牛头Q了两个人顶下去躺躺的流星头 流星头一出来的时候已经被防御塔击杀 但是侠也被换掉 一换一之后被留的原因是卡沙 最后鳄鱼的一个一技能是射到卡沙人头 这波方法是越亏了 主要是没有想到上路的鳄鱼第一线交替的情况下 船长也没有任何办法去打断 对 就算下来的话 在塔里面打 船长也没什么用的 我觉得有点太急了 这边就是因为 东京币先回了一波加码 然后想 抓一波机会 这波我觉得反应最快的 还是瑞哈尔这个牛头 直接Q了两个人 让第一波越塔的时候 方不上次把这边卡操作了 对 而且闪现都是没交掉的 刘青松被Q起来顶回去了 导致就算交闪也要死 这边感觉越的还是有点烧急了 因为米奇这边带的是一个进化呀 根本就控不死 我感觉刚米奇如果果断一点 早点把这个闪往后拉 这波方不上次可能 还要打得更惨一样 这波炎雀还没到 然后这时候 直接解炎雀也没法炎突了 想要直接往后拉一个惨线 被炎突突到了 最后的时候 第一时间没法接 其实还是太急了 主要是本来 方不拉之锅是个四包二 打打着变成了一个四打四 阿塔利跟鳄鱼全都TPT下来 感觉下路 有点难受 对有点难受了 一开始换不了血 这两边满血聚越一个牛 太难了 不过补刀这边好像 还是压制了的 毕竟一上来先上线了呀 对而且还死了 下 另一箱小鸭石刀吧 这波补完 哎 这波这边被炸了个桶 吃橘子 有一辆红刀 又Q了一下 牛宝这边有药光啊 打得很主动 是 而且牛宝这边三瓶药在身上 感觉这波 打着打着要回去了 要么这么红路硬推 回家怎么说 小兵很多 红路硬推了 但这个桶子不敢被炸到啊 被炸到可能要被单吃 但是线被卡在这里了呀 要等下波技能 刚刚这波鳄鱼已经上去把技能全交了 要等一毫还是 对 哎呀 哎呦 自己没有TP 真的不太适合回啊 这波先回家要亏 要亏 而且这一个远程兵 就是这把线卡了一下 哈尔过来反蹲了 这位置就是你要是硬动鳄鱼 哈尔可以上的 保险鳄鱼 小兵也走掉了 升六了 柳窩种没有中 草里鳄鱼晕住 你把这边橘子吃得稍微晚了一点 回来大家散在脚底下 W是被闪现躲掉 回身一个Q 哈尔这边QA伤害应该是不够的 毕竟身上在克服 万要平 柳窩种被防御他挡掉了 这边感觉解快一点 可能血会浇少一些吧 一开始 差不太多 应该也是要交闪线的 也是要交闪 但好歹这波帮费物把线推进去了 这波算是解雷波吧 赶小天直接在打石头人的 直接碰小龙了 这边小天 知道你打野在上路 应该没什么问题 可以单吃掉 这个版本其实炎雀打小龙也特别快 对 他打这种单体的东西都很快 打单体的野怪都很快 水龙已经是所有小龙里最伤的了 拿起来 没有问题 都拿掉 其实RW我觉得还是得去继续杀船长 对 这波老马产线打出来 得再来一波 对 下路没啥动啊 就牛头也没有区别不 没有下面猛冲 中路的两兄弟感觉 打野也都不是很好 而且Forge要单杀的话也不太可能了 现在 FORGE一双水银鞋穿着 很稳 上路鳄鱼也是铁板鞋先做出来 这个版本主要鞋子性价比太高了 嗯 有CD鞋也会直接裸的 对 这边应该是方法下路标 怕打野在了 所以前后退点把线让了 可怕自己打野在刷石头人 是的 啊 Dueby往下面走一下 要保一下 这波先让进来 眼缺有六级 先锋已经刷新了 看一下RW要先靠过去控 反正有这个想法 别来了 因为下路有一个先推线的优势 而且霞是有六级的 这波有六级很关键啊 想抓Dueby吗 他Dueby有闪现的 其实比较难 小天这位置被碎了 脚闪 有点危险 这位置放去 阿卡利要不要直接一过墙 R一段 小天应该是没了 隔下到二连之后 满身的R一段配合 哈肉拿到这个人头 这波小天 可能是没想到 莉莉亚那么快 就到中路边上的草丛了 主要在F6那里有个视野 应该是阿卡利查的 嗯 被看到了 对 一直是看着在打的 那这样RW先锋应该是有了 本来这波打 上面是能增一下的 这波看一下 下路能换多少层渡层了 这波主要现在 就是鳄鱼去手下的情况下 RW可以直接让双子 在上面去推这个船长的线 前方拿到 小路A了三层渡层 再来一层 其实在AD位还是领先很多 但我感觉林卫翔这边其实挺能接受的 对啊 下路肯定能接受 打野感觉有点伤 这波 而且下波小天没有闪现 也很危险 嗯 这小天走那位置还是有点危险 因为知道对面下路是过来的 对 知道要争先锋了呀 又想来下路四包二了 方法是这边 对面直接赶过来 一个鱼跟牛头 不太赶手 但是不阿卡利TP马上好 鳄鱼TP马上好 如果硬要包的话对方还是可以交两个TP下来 鳄鱼本来就在下 这个阿卡利TP下来 对 二连连起来之后一回去 哦 想动 等一下耗点血 最后一层了 要比对面快一点 上路这边感觉 感觉可以丢大了 不丢大吗 要省一下吗 好像想省 应该是想丢大下路 对下路想打架 下路开车了 那上路台也会掉的 看一下谁快 牛头开一个大招 没有问题 那这样要等下一波线啊 那一塔应该是RW上路可以先拿到 而且下路没敢打到底 因为牛头一开始开大 二鱼的大海 我觉得是很理智的 因为这波如果打起来的话 阿卡利TP下来 感觉方法是不好处理 对 自己这边最多再多一个穿场大招 是的 我觉得刚下路要打的话 方法可能要亏 这波很理智 没有选择打 还是A掉了 是 不过团场这个大 如果可以交上路 其实不会这么快被推掉的 要等到第二波线 对 但是他还是想看一下下路 是不是需要他 对 牛包有点团队啊 但这波打完 连维侠挺爽的 中上补刀都 啊 AD跟上补刀都历经蛮多 嗯 那波PP还是对 欧益有一定印象吧 是 哦 既然有一个这个先锋的收益 480 嗯 他主要还有一个对塔的伤害 比较直观 刚的头没顶出来 再顶一下 这个伤害 翻倍 感觉 要再高一点 对 小龙马上刷 两边的中路都在下路带线 这个时候双人组都回过一波加 连维侠这边是直接 奔着先进化Q出的装备 这也就是卡莎 因为先进化阿卡西亚暴力的 集站力比较强 这波团战 小天得注意一下自己位置 眼圈这个英雄没有闪现的时候 很容易被针对 嗯 主要对面牛头什么鳄鱼都有闪 对 特别是要注意阿卡利的位置 阿卡利切他太简单了 阿达都是一个拳突脸嘛 瑕疵不用管 瑕疵有个大招自己保护 这波感觉得赶紧开起来啊 不然这部这边很脆 这部是直接走过来的 哎 这波挡着牛头一个闪现 但自己可能要被留住 一个顶顶出了就能闪现 而且缝隙被开到了 沿途突如来在瑕疵 血量非常危急 实穿了两下这个Boss 只有一丝血 传着一个大招 Boss交出一个死亡闪现 这样的话 下来 玉塔当然在定住老牛 石漫风之这波的退路之后 老牛也倒 对面拿到这个人头 打出了这么的一个闪现 哇 这波是牛轻松很漂亮啊 就是想挡掉牛头 一个追击 但是一个Q的时候 刚好牛头闪了 不过他把牛头定住之后 牛头把它Q起来之后 他自己也交闪 把W6给顶掉了 等于 对 牛头想把它顶回去应该 是的 而且Forge这波是 直接被瑕疵定住 被沿途突突回去了 导致即使后面交闪 在这个传染大招里 也是牵了个坟 对 后面还补了一发林伟祥的 虚无所敌 是 直接给撞到了 哇 那感觉这波 哎 位置这边开车 直接是撤退 开车撤 那这波打完 发布拉斯前面好转 虽然上面被换掉了 一血塔 但是两条龙在手 而且这波龙团也打赢了 感觉这波是RW最有机会了 鱷鱼这波战斗力也很强 我其实 想问一下两位 你们说刚才如果RW 早点开龙会不会好一点 其实我也觉得 就是船上 把人赶走之后可以开 尤其是看到船长还在上面 然后鳄鱼已经到正面的情况下 我觉得还是比较想开人吧 多看一下 看一下回放 其实这个时候 回头打龙 主要是 这个太远了 牛头其实开到了 但是跟不上 你看鳄鱼这个踢就交得很难受了 都走到脸上了 还要交踢下来 而且阿卡丽也不应该在这边被开到了 哇 还是过于摊了吧 就追过去了 这波应该 想配合 包过来的阿卡丽 进行一波包夹 但是没想到 阿卡丽自己是被开了 感觉那个位置只有第一时间去开到小天吧 开枪牛宝船长的理解 直接裸剂拦刀 对 神话都不要了 第二件出什么吗 那看牛宝怎么出吗 那反正现在 这暴击流了吧 感觉 反正现在你先出药光的话 药光能合 东西就那么几个 船长肯定还是得要药光 对吧 那这暴鱼跟船长也对不了线啊 扛压也不好扛 关键是你还 现在被迫进入到 你要跟船长发育下去 然后打完了 优势期没有拿捏住 这暴鱼感觉有点接受不了了 接受不了 那波TP还真的蛮影响自闭的接受了 所以我觉得阿达这边 最错误选择 还是让牛跟暴鱼 再下路扛压去了 像对方帕子来说 其实很舒服 这个阵容拖下去 自己 打团 有一个近乎3C的阵容 对 团长卡萨 你知道后期也还不错 而且他们根本就不着急 他们现在手握两条小龙嘛 慢慢和你发育 好 这边先动下路先风 两边这个神话装都出出来了 阿卡丽的选择是一个峡谷 制造者 独音币这边出了个大面具 奇拉卡丽现在这个神话装还是众说纷纭啊 要动吗 直接大招上来 煙霧弹一扔 大招放脚下 一刀 还有第二段的表里沙撩乱 伤害差一点 而且牛宝是有11级的 直接吃个橘子 没单吃掉 但这波也算是拖住船长 然后不让船长给这边发大招 兄弟们吧 下午前锋吃一下 飞了 还有单杀 这感觉很难单杀 刨风之力 鲍鱼没有大的 来了 鲍鱼没闪现 石板顶了一下下来 小天落地蓝层加那一顿石川 直接转了一卡在脚里 活活穿死 这个撒石镇加石川加蓝层 最无什么难受呀 鲍鱼这个跟贝斯这个 大刀的位置 有点难跑 双开车 这我应该是没想到 帮他从这边 半球流打出来了呀 两个大刀 又是同样的 但是一笔都反应过来了 真眼 直接搞了个真眼 直接路过 插了一个真眼 第一时间牛头想等一样 第一时间 鲍鱼不敢动了 这个当听起来 是有机会的 但主要一笔都插 真眼已经往上跑了 对 主要一笔都没闪吧 人家说有闪 应该是Q闪会顶过来的 但一笔哥这波感觉很难死 一笔哥这波有闪有秒表 是很难的 杀的话比较难杀 能打个闪线 主要是这个灯也把它插出来了 看一下上路 RW命中 追着A 追着A 狂风 再AQ一下 这一步打出大招之后 石川 石漫过来 直接石川穿死 有卡强的啊 日子 18分钟是吧 小龙马上刷新 这张小龙感觉 RW也没有办法来争夺 主要看鲍鱼的装备 实在太差了 哦 我想起来了 汉子哥那把是不朽顿弓 团长 就直接跟 就也是西兰刀之后 然后一个不朽顿弓 他这样团战 就是生存的几率高一点 不会那么脆 而且也有暴击力 因为别的确实没有什么 特别好处的 你已经有西兰刀的情况下 你其他再出耀光系的装备 又很浪费 对 来回的一出 解冻小龙 RW也不想给 还是靠过来 看能不能接 但这个龙打的速度非常快 赵鱼 踢踢刚好 一天位置 龙被 眼圈拿到 这种鳄鱼踢下来 感觉现在需要留人 他顶在前面 在追了呀 这种追的话 牛宝大有发挥 是 反追了 直接开车 看到哪里 看到上面 到身后 双人组在这 不太感动 隔开了牛头 这波牛头直接开大 回神顶走卡杀 自己Q闪Q起 三个人 但是并没有队友 牛头这波抗索 虽然亮眼 但是没有兄弟能跟上 船长和一个大招 加桶子 直接把侧面四个人 全都隔开 哇牛宝 这是上有大招 下有桶子 让所有人都过不来 怎么还要入侵红buff 没办法 只能让了 因为来的太慢了 想真 但是 鳄鱼还在家里 没有好的眼位 给他踢 正面要开的话 太依赖牛头了 沿途试一下 没有试到 但中路的方向 指刀鳄鱼 刘雪峰这波 一个一闪 卡杀R过去 收掉了有些大意的证 这我本以为 这波追击已经结束了 闪电没有交出来 但Liube现在 这波是觉得危险 交一个闪电 之后 仿意塔又打了一下 打没有没有命 之后 回神封着交一个 以地再往后拉开 LiLiA出草地 一瞬间 也是看到了 敌云不敢再追了 LiLiA一块好了 看能不能保龄球保到 没有保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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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面有闪的 这个位置 直接左上闪出来之后 没有打出下一套的超普 这样 是直接LiLiA的大招流出了 独一臂 不过边上有好事吧 这边Forge给单杀了 是的 哇 那个保龄球 我都以为空了 这个 而且最单紧的杀 看起来有点小 但其实实际碰撞体积 比他看起来 比他看起来大很多 是吧 对 我这下还真的 没想到 一会再看一下 中路这波回放吧 中路怎么死的 扎塔利 感觉是Forge先动的手啊 是吧 我忍不住了 我想单杀他 他不上去动 应该不会死的 我急了 要么就是牛保这波 运气来了 25%爆击 直接爆出来 运气来了 好像是35%爆击 先看一下 这波的追击 严阙的大加上 感染大 完全封住了 对方的 后排输出 就过不来 牛驰这波 想法很好 但是队友都被挡住了 两个道着 直接隔开 看一下中路怎么回事 来了 绕后 连筒没连到 这波 看里面有筒 直接动手 我忍不住了 我先搭上去再说 再一个QEA 哎呦 伤害太高了 花里骨骚的 直接两个给你带走 这每条线都在打 而且最后 小天绕了一个侧面 来看一下 这边沿途 狂攻之力 马骑坐位移 沿途突出 哈瑞一个闪现之后 软哈又被留在后面 软哈这边开大招 还是要被另一位 翔击杀 大家感觉可以接动 大招 这把卡丽也没有大招 他要大龙怎么防守 哪个人已经十四级了 领先鳄鱼三级 龟龟 还有领先的 也没了 哈瑞没有闪现 根本就没有机会过来抢 这个位置也被卡住了 这波没有技能 所以 哎呦呦 又炸了一下 刷了一波伤害 而且暴击了 小天这波 有精神没问题 队友已经赶过来了 留住了留住了 刚才牛宝也是交闪过来 直接 牛宝生气了 还有一枪 直接交闪 这桶子应该脸不到了 变起来 但是林伟祥又来了 回身先把卡丽击杀中 剩下一个暴击 哎呦 二百发射的暴击 直接把暴击给暴击了 而且回头都没有大招 也被收掉 收集者 这波直接把这两个人 全都收集了 刚才两百八十六的一下 我感觉暴击不会死 但是收集者太厉害了 狂风之力加收集者 这波打完 感觉这游戏已经 结束了 结束了 怎么又给林伟祥帅到了 林伟祥 前期没有打出东西吧 他玩卡杀确实 太有感觉了 是有点帅 就很敢进去 包括中路大伯也是 杀了一个人 还要回头说一下 来看一下 牛宝 这个桶子 小天也打得很赶 知道自己有精神 展现上了硬脉 而且这鳄鱼 实在是太瘦弱了 这鳄鱼感觉 一点威慑力没有 小镜头又打起来了 小天是把 哈罗给抓住了 林伟祥 你看这一段血啊 一个皮革直接收集了 苏波回去三件套了 你先下一个大件 收集者这件装备 太夸张了 太夸张了 海克斯闪闪过来 这个下上路的防御塔 也被拆掉 W又中了 又飞了 打一套之后 起飞 我感觉 差一点就被收集了 血量再低一点点 就要被收了 是的 牛宝叶拿得很丢 而且没有W喜欢叶塔 有护朽顿弓啊 这波 可以吸血 而且主龙魂叶拿到手 下方 pass 有点万无一丝 但是要常开这边 就人家里面 顶一下回身力量 交大刀 睡到了中途两个人 都应必先倒 但林伟祥这边 说得还很好 交易针之后 竟然还想反打 林伟祥他还在付出 到脸上林伟祥这边 打打阿卡利 这我还想再看看 有没有机会 哇 这波小哥已经是godlike 而且刚才 这个独一名阵亡之后 本来以为林伟祥要后撤了 他竟然站在原地 看着四个人 有没有机会再多杀一个 这把已经杀疯了 杀疯了 真的杀疯了 牛宝回家又是 无尽补出来 75%的暴击 没有一条线可以挡得住 也不好清晰 阿卡利 中单 这局感觉就是 前期这个阵容 完全没打出优势之后 就被右边摁着打了 对 不过前面 因为下路打了一波之后 没去把鳄鱼吧 鳄鱼那个线 落后了十几刀 都一直持续被压 但我还是觉得 就是先手拿鳄鱼 就要承担的风险 就是你鳄鱼没优势 就很难玩 中文有时 打出一个进化 狂风 桶子炸了一下 阿卡利 直接被高格伤害 带着石川给穿死了 左边这四个英雄 就是除了老牛 剩下四个 我觉得都是 烈士举行很难玩的 特别是阿卡利 阿卡利 利利亚 鳄鱼都是烈士 很难玩的英雄 这侠也 对呀 感觉这个阵容选出来 就是前期拼一枪 拼不到就算了 但是他们这个阵容 右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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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长大 大到直接 全是被超远距离击杀的 小田也开车过来了 颜柱没突到 孙武中了 但阿卡利也不可能上 不敢飞 这样两路被迫之后 杜鱼必须还再输出一波 最部 直接把最部打盘 感觉这把林伟祥 打不住了自己 是不是 死不了呀 他还有一个狂风之力 还没走一个牛头 林 金森可以开 阿卡利来了 这位子的腰带里 啊回去 指到了牛头 被Q洗在泉水里 刘秀松这边 林 林结束游戏前 中了一个人头 但是也无伤大 林伟祥这边 小田 是的 那我们恭喜方普拉 第一局是比较轻松的 拿下来的 这才胜利吧 其实第一局打下来 我觉得RW这局 差距比较大 这真是差距比较大 我觉得还是因为 那个换路吧 牛头哥 放到下路去 然后狭一个人 在上路 跟船长发育 就是这把 他们那样一换的话 把林伟祥换得太肥了 大招跟桶子的风路 当然林伟祥的发挥 我觉得从开赛到现在 是一如既往的好 是的 这把输出都很低阿 因为没有一条线打得过中期 感觉林伟祥这个卡莎 是不是得稍微针对一下了 是有很多队伍这边 而且另一点就是 现在还有一个玩法是 给你卡莎 然后我直接用 热飞流之下垂石对线压 对 因为这个组合卡莎不好打 这个组合手又长 又有控制卡莎很大 但现在的问题就是 RW这局也没拿 对 因为他先选了一个牛头 就一抢卡莎之后 这热飞流斯加垂石这个组合 没有直接选 其实就给了这卡莎很大的发挥 对 对面其实要搬的AD 都知道了 热飞流斯是不会搬的 对 你打一个可能硬实力 本来比较强 对我们 你去搞一个 你前面能打优势的阵容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是的 MVP依然是给到了 林伟祥的卡莎 818的数据 结束的时候 有4701的对位经济差值 同时有30%左右的伤害占比 那这也是本赛季 林伟祥第三次的MVP 确实这赛季的状态非常的好 尤其是拿到卡莎这个因子 画风感觉 变了 就跟上赛季肯定是变了 是的 他在第一个BO3那两局卡莎 也是惊为天人 那波这次行走路 是吧 A一下R过去 然后再闪